接著出場的是巴黎奧運中華代表團 相信大家在賽事期間都全心為選手們集氣 今年共60位選手參加16種運動競賽 最終奪下二金五桃 共7面獎牌的佳績 真的是太令人感動了 而其他選手們也都在競技場上全力兵活 更值得我們為他們各彩 在場上的是台灣女兒林玉婷 拳擊女王陳彥晴 拳擊甜心吳詩怡 舉重女神郭信淳 以及他們的教練給他們最大的尖叫與關呼呼 請接著在後方中站上面 還有黃曉雯 甘家威 連珍玲 楊詠偉 林真豪 方婉玲 劉恆 孫正 你們好 以及彭明洋 吳少璇 李嘉欽等選手 謝謝你們 另外教練管本部的防護員 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後盾 接著進場的是 桃園市龜山國小少棒隊 他們代表台灣參加世界少棒聯盟 所舉辦的2024威廉波特世界少棒賽 奪得亞軍殊榮 給這些最棒的小將們熱烈的掌聲與歡呼 感謝你們打出激勵人心的精彩好球 也為自己創造美好回憶 即將看到U17排球代表隊 由全國國高中優秀選手所組成 今年男子排球錦標賽 突破對手奪下銅牌 女子排球今年也奪得佳績 榮獲電軍 請大家給選手們最熱情的歡呼 期待他們未來繼續在為國爭光 大家都知道 一日之所需 百公司尾費 現在進場的是 今年參加國際技能競賽的代表團 台灣好手 擁奪二金 三銀 十銅 及二十八項的優勝 獲得青牌的選手 有家具木工之類的蔡芸蓉 和冷凍空調之類的陳思源 銀牌選手工業控制之類陳毅志 還有莊佳佑跟大家揮揮手 為這群年輕為國爭光的技能英雄空彩 今年季質競賽也榮獲了十面銅牌 而獲得優勝的選手更是多部勝數 你們都是技職之光 憑藉這些技職選手身上的匠人魂 展現我國長期在技職訓練的專業與實力 請給他們最熱烈的掌聲 接著巴黎帕運車隊即將進場 我國十三位選手也延續巴黎奧運的氣勢 在七種運動項目上一趟各國強敵 獲得三贏二童的佳績 榮獲桌球銀牌的鐵曉雯 林思瑜 陳博彥及跆拳道的蕭翔 我也來到現場為他們喝彩 最後再拿出各位的加油勁 一起來支持為這些英雄們加油 在廣告車上還有桌球銀牌全明智選手 以及默默辛苦募出的教練團防護團 還有位技能競賽網路安全之類的同台選手 讓我們再次替所有的英雄們喝采關乎 相信台灣健兒們一定會再創夾擊 謝謝總統 總統夫人 副總統及主席 一起為英雄們喝采 現在請總統 總統夫人 副總統及主席回座 繼續欣賞後面的展演 在競爭激烈的國際競技場上 每面獎牌都得來不易 國人都看見你們拼搏的精神 都被你們感動 我們再次感謝這些教練選手的付出 感謝這些英雄們 讓我們再次給他們最熱的獎